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我们赢就在知识时间差 就像我们抓住独角兽的尾巴一飞冲天 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我说知识的即时性就是隐形翅膀 各位策略家们准备好你们的翅膀吗 让我们在人生赛道的天际上一盏飞翔 拿起你的耳机 让我们这一趟精彩的冒险开始 哈啰 我是行销界陶金颖 我应该算是房仲介的资深美少女咯 美少女 讲完自己都笑了 这个我觉得可以 以后我们这一台的一个节目中 就会有所谓的房地产 还有所谓的一个理财的一个部分 后来要增加我们的节目丰富度 我们家的小编看不下去 她说蜜桃老师 你这样聊没有人会看 所以对不对 那我们妈妈和Emma要小小那种自我介绍 就也不用把我们看得太重要 可是就是简单的话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今天蜜桃姐姐的其中一位小编 叫我妈妈就可以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Emma 哎呀 我们第一次这样子 比较正式的帮手 不往看过我直播中 就应该都会有听到我们妈妈的声音 主播小帮手 我今天就是特别找来我的一个好闺蜜 其实很资深的 从事房仲经验已经 我这样讲会不会把我的年龄给泄露了 没有 他是从学生国中时代 没有 其实是以前读的是高职 高职一毕业的目标就是找工作 77年我就接触房地产了 77年 可能还有人还没出生喔 那时候你人生在 高职刚毕业 高职刚毕业 你像现在的学生高职就去打工去当房仲 看会不会上心 好像有点难喔 人生总是要尝试一下 77年到现在已经有今年一百年了 现在一百一十二年了 看起来很老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很年轻啦 看不出来 有没有没有 来下面给我刷留言 30几年了喔 所以一直都是在房地产中 基本上都在房地产 只是中间有一小段 当然人生必尽的路程嘛 结婚 结婚生小孩 谈恋爱 那段时间对 稍微停了 停了一下下 正是生完孩子大概83年以后 一直做到现在了 其实中间你才空个十年 就83年到现在 对 所以你历经SARS 雷曼事件 没错 包含最近的Combinati 那你这样完全可以写那个房地产故事 基本上可以喔 对我不想写 因为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这么老了 诶 没关系我们把它分成上中下级 可以可以 十年十年 可以喔真的 有十年十年的历史 你看现在已经一百一十二年了 我们秀琴着重是在房地产买卖 包含投资 最主要是北区 基本上是以桃园这个区块为株洲 桃园这几年也很火热耶 对 而且热了两三坡了 应该从一百年热一坡 摄子水也实施的时候 啊 那时候开始第一坡打房 很多台北的人会跑到桃园来 那时候桃园房价还很低嘛 然后再来就是整个重化区在开放的时候 开始配地的时候 有很多的 我们讲航空城 配地回来的时候又有一坡 桃园航空城 那一坡也很吵 对 所以清浦这一块也是 那一坡也吵得蛮热的 在一百年清浦那边 也差不多 那前两年房市又一直不断的起来 才会有后来有所谓平均地权条例要打压的 这整个的一个过程 都有它的脉络 房地产其实在桃园 其实一直都算是很不错的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在清浦路 这很多都是台北人来 因为他们觉得坐捷运 来到这边上下班 其实是方便 不过现在真的还蛮空旷的 不过现在清浦也蛮多了 刚来塞车 这中午在塞一塞什么车 几乎每天都在塞车 清浦这两三年入住率很高 过去人家都说这边是鬼城 说都是到了晚上灯都不亮 现在应该都亮了 而且未来的发展性还很大 我们有机会也聊一下清浦 因为我发现很多我的朋友会去 纠团购买房子 这样讲可能会被打压 因为政府现在就在打房 就是不能团购 轰台房价 这样是不行的 团购是降低价钱 那是降低购买投资客的价钱 一到消费者的手上 其实还是拉抬起来 我不懂不懂 如果我们Emma今天 她找的同事们 揪了十栋房团购 我价格不是应该会更低吗 但是Emma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有这个能力的 应该都是资本家 应该讲 市场上常常发生所谓的团购 大部分都是由一个人代表 吃你食户跟建商谈 那一定可以谈价格啊 可是我去谈食户房子 是为了我自己住吗 基本上不会是 我跟建商谈了食户之后呢 我要拿出去卖给其他人 所谓的Emma的一个状态 她只能就是 我就是一个人 我也没有能力揪团购 她就会买到 我团购来之后 再卖给她的价格 大部分会团购 都是投资客的作为 我周遭朋友是真的团购 那就是你要有那么强的能力 譬如说我真的 我周遭就有十个人 还都必须同时喜欢这个社区 就有可能 那我们一次跟进行谈 这种机率 对消费者而已其实不容易的 你们两个会想要住一起吗 不会 你看 两个就很难谈 还要谈十个 有机会吗 不容易 还有两个感情超好 鬼干大脆够 就整天在一起的 晚上还要在一起住吗 这只是表面感情吗 我结婚你要搬过来住吗 我不可能 哈哈哈哈 哦所以团购中 它其实也是一种 投资客的一个行轨 大部分 就拿好朋友 有好到这样子吗 住整栋 所以非常好姐妹 然后励志要买一个社区 然后彼此住隔壁 因为前提要关系要很好 大部分这样的状态 我们撇开投资这一块 大部分好朋友 他们会选择一起去买一块地 带个几户住在一起 好朋友买地 如果买个大社区 可能里面会住了 你不喜欢的人 你不认识的人 大部分我的经验值 比如说几个好校长在一起 或者几个就是工作上 觉得很match的 很喜欢的 很好的朋友 那他们就说 我们去买一块100坪的地 我们去盖四户房子 一户大概25坪的土地 我们四个人就住在一起 打个麻将还可以凑一桌呢 自己盖自己的养老院 对对对 这个概念 自己盖自己的养老院 对对对 这样我觉得反而是可行的 所以你说 经常消费者要一个两个 约去买房子有机会 但是你要找到十个 或者意思要跟这样切十户 也是 这种机率就不大了 所以那种真的团购买房 不是真团购 不然想说 我们那么常揪团购 也揪个买房 揪得到也不简单 我们来试试看 在史上最大的团购群 买房子 在群组里面拉 那个团购组就对了 对对对 这个等一下 被政府看到 他会说 你可能是不是有炒房的嫌疑 我就只是亲戚之间的 感情很好 那是可以 你说如果 明文 我是一个很open的招 对 招团购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被政府 就会被政府 可能会 关心一下 如果是私底下这样的行为 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不要下广告状 哈哈哈 这也是可以啦 会被封锁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议题 应该是说最近 很多的网友也在网路上问 新城屋我们买不起 但部分就是买二手 可是我发现 那个二手的问题真的好多 我们Emma最近也跟男朋友 也在看房子 对 在看二手屋 也有在看新城屋 都有看 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的问题 就是像中古屋 有些厨房还是用那种瓦斯桶 但是我真的 比较喜欢天然气的这种管线 可是你需要煮菜吗 她会煮菜啊 我有时候搞不好会煮个泡面汁 用瓦斯桶 现在还有用瓦斯桶 当然还是有 因为比例越来越少了 中古老旧的社区 天然瓦斯公司 没有把管线拉到那里的话 它还是用传统的瓦斯桶居多 或者比较旧式的公寓 譬如说已经三十四十年以上的 因为你要拉到瓦斯桶 一定要付费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说 我现在瓦斯桶用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用瓦斯桶 早数有少数没有 那看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 你说有可能一整个社区 有的人有拉线有的人没有拉线 那有拉线是他自己花钱自己去拉 有些是刚好附近已经有管线到那里了 他自己愿意花钱去接管 有些是社区里面已经讲好 主管线走到哪里 未来你如果要再拉外管 所以你自己私人管的话 你就要自己再花费 那就是一个人的需要来做 那也蛮麻烦的 对 艾玛你说的瓦斯桶 你还会去注意哪些 还有那个停车位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车子 在外面停车 很难找得到停车位 老屋子好像比较没有停车位 以前车子没那么多 所以其实很多的房子 其实是没有停车位的 这个东西也要稍微特别注意一下 尤其是你们在看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地下室大家共同用 先停先营 也有这种的 也有一种的 对对对 有一些是我先用了 我的 可是那其实在产权上 其实都是有争议的 在这一块在买卖的时候 你没有拿到所谓的车位证明书 你都要必须把它当成叫做 没车位来考量 第一是说有一些的地下室 它就是free的 它就是公用的 它其实在早期的地下室 叫做防空避难室 只是它把它隔成停车位 但是那些公社呢 都已经站在每一户的面积里头 去平均掉了 权状里面 其实在它公社里头 其实已经占有了 空间的一个面积 可是呢 因为早期的人车少 那它可能就只有 有的人就有 然后早期可能就是 只有哪几户有 比如说地主保留户 地主拥有 可是住户没有 经过有转手之后呢 有很多的东西 现在大家消费者 对自我权益的部分 它会比较重视 所以在这一块 就要特别去注意 它到底告诉你 这车位是它的 但是有什么凭证证明 这是它的 这一点很重要 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大家就是 在那边占自己的东西 放个脚踏这什么之类的 这个就是它自己的地方 会哦 如果你对于新的住户 也许旧住户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叫做习惯使用 但是如果有新的住户 搬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去主张 它的权益的时候 为了公共设施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台湾人就是那种个性 反正久了就是我的 你没讲他没讲 这个东西 那就会有争议 花钱去买了一个 有争议的房子 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你知道多车位 你的自备款中 就要再多呢 可是总比我停在外面 会被人家刮花来得好 我们的考量是这也 还是想要在里面 就是停车位是里面 对 因为他们很年轻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 想要买房子的 想法应该说 每个世代中都不太一样 对 那还有吗 我们还有进去观赏 一个中古屋 它的那个天花板很低 一进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 它的空间 很压迫 压迫感很壮 我就觉得很可怕 那对你来说刚好吧 如果连你都有压迫感 那你男朋友应该 弯着头走进去 这个我也看到很多在第一次买房的时候 都会讲到 好像是说 男生站起来 手勾到 在几公分 基本上你会有碰到这种问题 大部分是属于那种 所谓的挑高式的房子 譬如说3米6 4米2 它其实是叫做挑高 但是照理说它是不能做加乘的 你说它挑到3米6 它卖是卖挑高3米6 但是我们一般的房子的高度 在2米8到3米左右 会到3米6是不是有多出了60公分 所以很多人会把第一层使用的空间 可能把它压到2米5 那是不是上面就多了3米1米1的空间 又可以譬如说当储藏室啦 甚至当个睡觉的区块 都不一定 中间的一个隔层隔肩这样子 但是那个隔肩其实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不合法的部分 到底说那个空间 就是碳的空间而已 但大部分主张的3米6 4米2 这在早期其实就是变相的 帮你做的一个加乘 让你多一层的使用空间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去做隔肩 在二手屋中比较会有这种状况吧 新城屋中的挑高比例中 应该都是符合大家喜欢的高度 其实二手屋它也是很符合的哦 新城屋它也会有卖那种 看然后有时候做广告说 高度挑高3米6 4米2 它当成一个叫做噱头也有可能哦 摇法的角度 你去做了这样的夹乘 其实是违法的 这我看到那个新城屋 就是它的那个样品屋 对就如你讲的 它挑高 就刚好是环一圈 对 中间夹乘然后放书 还有放一些直摘 其实还蛮好看的 对 那它像这种的夹乘是 如果你把它单层 你不要去把它隔开 是使用边边把它做一个美化的 那其实是ok的 但是有人会把它整个中间 楼地板做起来 楼中楼吗 我们常常讲的楼中楼 那刚刚Emma提到的那个所谓的高 是因为可能有些房子 它本身高度只做到2米8 它又在做装潢 是不是又再把它压缩了一点 或者是它 天花板的装潢 它做那种装空调吊影式的 所以它必须要隐藏掉一些管线的东西 它会要再拉低 你这个高度的部分 你要去拿捏的就是 不要去想要把它 像我们讲 11楼以上会有所谓的消防 楼度越高的 到11楼以上 它们可能就会有所谓的洒水系统 那洒水系统你要不要把它遮起来 正常是不能遮 所以后来人家把它装潢起来的时候 把它管线装潢起来 但是那洒水头必须要流出来 可是那一装下去呢 整个高度就变 会比较有压缩 因为它的消防管线本来就会有一点落差 那你要再往下再把它挡起来 那相对高度就更加有 所以你身高如果18多19多的 然后你又刚好去买到一个很高楼层的 它本身的结构呢 又本来就没有做的有高一点 因为有些建商它就把它做到3米2 标准的2米2米8或3米 它只要再把那个部分再做起来 其实相对就会有压迫感 所以你要希望再跳高一点 因为毕竟算我的身高是OK 但是它的身高是不行的 它有很高吗 有啦 快180了吧 我觉得没有 你就叫做号称 你一定要把它说过吗 对啊 然后这个啊 还有吗 那个妈痛的部分 因为厕所也是我最在意的部分 老旧管线其实我们一般去看房子 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到一个朋友说 他也去看房 就是要冲下去反正就不好冲 对 然后那个房仲就跟他讲是说 因为已经一年没有住了 所以他本来就这样 你按个三下就好了 以后就顺了 不太可能这样子啦 老旧管线它其实 可能因为楼层关系 然后你在使用上面它久了 它可能确实会有一些 没那么通的状态 所以其实你买中古屋 尤其是超过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房子 在排水管这一块的一个使用状态 你在看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 如果按上面它其实就会有阻塞的状态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阻塞 不叫做按三次就会好 以后每一次上厕所都要按三下 那你就是说服自己老旧老旧 不老旧老旧 那是房中第一次这样子讲 所以说服自己每次都是老旧 那那个基本上只是个理由而已啦 最好的是如果你在看的时候 你在按它的水 所以你去看中古就是二三十年的房子 排水管 你马桶你一定要按一下 看看它下水的速度快不快 那再来呢 就你要看你的 譬如说你开水龙头 整个排水的速度是不是正常的 那甚至包括你在浴室 那个地板上面 你在放水的时候放一下水 看它水流的速度有没有被阻塞 你说连那个地板的水都要 对对对 所以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 我可以拿旁边那个联盆桶 就直接在那边灌水吗 房中可以让我这样做吗 应该这么说 如果是正常的状态 是我们会用有浴室的 有浴缸的 或者有水槽的 对 或者厨房的水槽的部分 我们会先开开水 先以这样子为一个基础点 你这些地方没有问题了 但是在最后你如果这房子你买下去了 交屋之前你会有个叫做确认屋矿的部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测试 就是说平面的部分你倒一桶水下去 水流下去的泄水的速度快不快 那也是一种方式 有需要到计时吗 不是我们用感觉 其实觉得这种流速是我可以接受的 所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因为其实正常的水流速度 就是你知道它有水管顺的话 它一定就很快就下去了 所以就算你很大量 它慢慢慢慢来 它还是会下去 它声音就是咕噜咕噜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正常的 你会发现它水的触化速度很慢 那代表里头 它可能不是全堵塞 但是应该是有些微的顺畅 那其实都可以请专业的那个水电师傅 来做通的一个动作 我还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好像那个厕所的排气的地方 上面那个孔排气的地方 好像跟别的户是连通的 结论是说我每天晚上 我们家厕所都有眼尾 跟我们家没有人抽烟 它没有单层排气的做法 很多家人它是没有做单层排气的 以前它构炸了中骨的 中骨的基本上一定 基本上很不容易有单层排气 就是都是通的 我的厕所一直有烟味 而且我有小朋友 就是每天它闻别人的 二手烟啊 或者是三手烟 或者是什么样的气体 好恶心 所以先前那个SARS 有一次也是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你看我们COVID-19的时候 为什么有一个社区 当它有人发生 有确诊的时候 当时是整个社区是不能 是被封闭掉的 不能洗澡 就是其实它整个的空气 可能会从浴室的部分 因为它不是单层排气 所以它整洞 它其实连接的 会循环的 对对对对 循环的 所以你可能是三楼确诊 你可能楼上 然后整洞都确诊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预算 买到新层屋 可是要二手屋 可是这种状况 我们自己有办法改善它吗 如果是排水不是太大的问题的话 当然都自己可以去处理 那只是排气 那其实都是要花钱处理 排气的部分喔 除非你买什么你知道吗 你的浴室 你要买一个有开窗的 我家的刚好没有开窗 我每个房间都有窗 我家的窗户大概有七八个 可是就是 鬼独厕所就没有 所以你厕所没窗 你就只有 那共同的排气口 来作为出风口 不容易处理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秀琪 站个两秒 很委婉地说 不容易处理 真的很讨厌 而且我们还在 在电梯里面贴公告 就不要在厕所抽烟 走上去阳台抽会怎么样 就懒得 对 懒得出去 因为它们都是边大便 边抽烟 有人生享受 享受感觉 我在自己家里 我在自己家里 为什么我不抽烟 你怎么会闻得到 你太明感了 对 他们就是这样 你看到这样的住户 你也不能制止他不行啊 他在他家里做这件事情 这没办法制止吗 就是什么社区公告啊 不容易 管理条访 因为有时候 到底是从哪一间出来 你知道吗 那你不可能一户一户地去 敲门说 你也没有在抽烟吧 对 所以这不容易 再来就是 中国屋啊 我们看到很多网友 有一些回馈 最主要就是害怕漏缩 你们有处理过家里的那个 有我们家的瓷砖 它会碰掉啊 那久了 说到这一个 我娘家上礼拜发生一件事情 我弟突然在群组里面 传了一个视频 我们家的天花板哦 水是用罐的哦 啵啵啵啵啵啵 然后下面有好多的水桶 我娘家是 也是大楼吗 还是透天 透天 就全部 然后整个地上的墙壁 全部都渗水 好大的水 我想说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不可能下这样子啊 我这边住了十几十年 也没有这样子 结果 他说是 隔壁的水管破掉 对 刚好我们左右间 也都是同一个房 那个屋主的 那我们是在中间的 他说隔壁的水管破掉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天花板 全都是漏水 而且水是用罐的哦 有可能 因为以前的房子 他们的水管结构怎么走 你不清楚 那有时候确实常常会因为 隔壁的水管破裂 那水量太大 宣泄不了 往旁边哪边有缝 就往哪边跑 那你去想 房子结构里头 我们把水管放进去 但是不太可能把它包的 密闭的很紧 中间一定会有一些细缝 水是这样子哦 哪里有缝 往哪里跑 那你有时候你看到 东面墙有水字了 对 但其实不是东面墙漏水 可能西面墙漏水了 它沿着所有的缝 不管是钢琴水泥也好 或者是砖块也好 经过台湾有地震嘛 它会有裂嘛 哪里有缝 它就往哪里跑啊 哪个地方可以有出口 它就出来了 所以你就说看到在这里有水器 但不代表是这里漏水 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 抓漏不能只有抓 对 要看全面性的 我发现是说很多人楼顶说 会到一种防水器 因为我有问过很多那种防水师傅 他们说他们已经很搞干 防水是用倒的 对 说倒到什么三四层啊 让它风干 那这样有用吗 做绝对有它的用处啦 包括它的源头是 它是顶楼落水是确定的 没问题的 那它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是OK的 那只是 扩下去之后它能够保固多久 一年 两年 三年 还有寿命 那当然会有寿命的啊 你透过空气的氧化 所以你一般房子 你不是说你做一次防水 十年 二十年就有高枕无优弄 你讲的 方式那个PU 你的纯度有多纯 都被稀释过 它可能会造成的结果就一样了 它可以使用的年限就不一样了 就是中国的这些漏水问题中 就是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虽然说什么 雨天一定要去看 我们不是专业的啊 我要从哪些的地方中 比如说房东有点预盖迷章 拿一点东西稍微挡住一下 我们可能会忽略去看那个地方 看看有没有 或者它整理过油漆过 你也不知道 我们要如何去找 应该这么说 它如果想要把它盖起来 让你知道 是你看的时候你一定找不到的 有意为之的话你根本看不到啊 去找到那个漏水的地方 应该有看过就是人家整理过的吧 因为我都是看到人家整理的很干净 对对对对 很开心 那这样整理过的 不错啊 你就不会知道 哪里是有漏水吗 我们一般中那时候讲说像窗边 这比较会有容易有 几个地方 买房子不要说中古屋 高瓜莲 新城屋或者是建商新交给你的房子 你说它一定不会漏水吗 不会可能新城的过程当中 台湾我还是讲啊 它就是一个地震带 那怎么样地震怎么样摇晃 可能会多少造成一些裂缝 再来造成的漏肾水 有没有可能 都有可能 漏肾水不一定是中古屋才会发生 新城屋也是会 是房子基本上都会啦 是啦新城屋 有些新蓋好的也会啊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对对对 施工瑕疵也好 很难说 所以你在看中古屋的时候 会不会漏肾水你只要注意几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窗框 窗框周边 你只好去看 现在就算没漏肾水 这房子其实基本上 它如果在近十年内 它没有处理过的话 它现在就算看不出来 它都有可能会有漏肾水 是因为窗框跟我们的墙壁 我们的墙中间 会有个填缝的 slicon之类的 填缝器材 把它固定住 这种东西 它其实跟空气接触久 它会不会有氧化 我举了例 就是常看到透天 你从外观看过去 窗边的底下 我们都常讲流鼻涕 你会看到黑黑的两条线 它在水啊 下来一条 对对 下来 但是墙壁会变黑黑的 哭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讲流鼻涕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些人用slicon来讲的话 它是所谓的细 氧化之后 它慢慢慢慢 它可能会流出来 都是粘稠性的东西 在跟外面的空气 脏空气接触 它会不会有东西粘在上头 那我讲的时候 那是正常的状态 氧化久了 它就会有细缝 有细缝 那大雨 小雨可能还感受不到 但是碰到下大雨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跑进来了 所以那里常常会吸收到湿气 久了之后 就会有拖气的问题 我觉得有时候很讨厌 就是正封面啊 就是那个水比较容易会泼 对对 当初就如你刚刚讲的 其实我买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的 可是我发现最后 它就碰起来 对 一直会吃到湿气 吃到水气 对对对 然后他们说这个 你要么就是爬到外面的外墙 去对外墙去做夹墙 有些是属于外墙 没有做防水的保固 湿气吸久了 慢慢渗进来 你房子里面 你自己又没有去做好 适度的叫做保湿 譬如说除湿机啦 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这个水从外面进来 如果它只是正常的吸水气进来的 对 那种水它不是叫做 泵跑进来的水量 所以它湿气 它吸收的水 是没有办法翻发掉 那你去想 它水气跑进来的时候 外面一般都会有磁砖 那太阳一热的时候 水不会往 又被磁砖挡住了 磁砖是没有毛细孔的 它又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 蒸气会往里面跑 因为大概慢慢慢慢就会有水渍 然后就会有所发霉的 对 有的时候也会发霉 因为你发现它脏了之后 就会有霉菌的产生嘛 对 这是很正常的 那种东西 其实你外面做了 做有效 所以久久一次 你的外墙 其实也不管它有没有裂 是要做的 外墙的防水 然后包含我们自己 屋内的厨师 对屋内的厨师 这些都要做 那都可以减少 你房子发生 那个漏肾水的问题 每种房东都有 应该是说我们花了钱 当然它因为漏水的东西 你稍微给我减价 我觉得我这漏肾水还好一点 明明说 假设它真的也露得还蛮厉害的 那刚好我们去看的时候 不是雨季 你没有 等了一个礼拜也没有下雨 那我用什么方式去保护我自己 所以基本上 我们买卖房子 我们都会有一个叫物的瑕疵 如果它只是做一些基本的 本来有 但是它故意把它卖掉了 没看到了 弄掉 有一个叫做半年的瑕疵保固 半年的瑕疵保固 因为这房子已经住了10年 20年 30年 你说它完全没有瑕疵 不可能 卖的时候呢 我会告诉你我现在哪里有问题 我讲明白给你知道 这里我不负责是OK的 如果说针对他没有讲的 他说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问题 年内 我交屋给你半年内 发现这明明有漏肾水 只是当时被你掩饰掉了 你却没有告诉我 后来我进驻之后才发现了 这个其实在半年内 可以再跟屋主做追溯 买的时候 如果房东他有去宣称 123是有问题的 会展明在合约里面吗 会会会 都会在展明在合约里 就我不负责 这个房价如果我买得到 这个我自己处理是OK的 那是OK的 可是有很多东西 可能是他没有讲到的 半年内发生了 其他地方 你没有说的地方 发生了漏肾水这样的问题 这可以跟他去索赔的 对对 其实应该是说 求他恢复 做到正常的 没有漏肾水的状态 会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办公室 最近也遇到类似的状态 我觉得说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今天这样子一个维修 回复到原状 每个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当然 会产生所谓的矛盾 那这样子 我应该要怎么样下去做 假设本来 你没有跟我说说 我这边有漏肾水 可是他正好漏了 那这样程序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下去 跟原屋主说 如果你是透过仲介买卖的 其实最好的方式 是你找回原仲介 当初的业务是谁 你告诉他 这房子有漏肾水的状态 当时他说没有的 现在发生了 而且在半年内 你要帮 你请他跟屋主联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做几个动作 动作就是 你的问题恢复给仲介 仲介来告诉卖方说 有漏肾水了 但我们都会要求说 你买方你带一个专业的人来 卖方你也带一个专业的人来 我们仲介如果有必要 我们仲介也带一个专业的人来 大家针对这个漏肾水的状况 我们讲这个发生到底是 今天然灾害造成的新问题 跟原屋主隐藏没有关系的 那新屋主负责 那如果是 这本来就其实就已经是旧横积 因为这里就曾经有漏肾水 你却没有告诉我 现在问题发生了 要屋主来负责了 找专业的人很重要 也许卖方就认为 你的说辞我不相信嘛 那买方也会觉得 你找来的我不相信啊 去打架啊 对啊 因为仲介也会找一个 那仲介的立场去 帮大家达成一个共识嘛 目的在解决问题嘛 那听责任之后 把问题解决 当问题确认 是原屋主的问题 有时候也会发生问题啊 新屋主就会说 那50万 新屋主A码说 你要50万 这个修要50万哦 对 然后我是老屋主说我不要 我觉得我万块就可以做了 他们都有他们的立场 跟想法问题哦 那我们还是要居间 去做所谓的沟通 从老三组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让事情变得客观 解决问题就有两种啦 一种是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看病 看劳健保也可以看自费嘛 我明明让你看劳健保 你也可以好 硬要用自费 那插额 我给你劳健保 插额你就要自负嘛 我们常在沟通这个部分的时候 就是 去对屋主而言 我只是帮你碰到 不会漏肾水 短期间就是一年或一年 不会再发生 可是对屋主来讲 我希望这件事情一做 至少三五年后 不要老是一年一年的 就发生这样的问题 我要更好的材质 好你现在会漏肾水好 然后我现在帮你修到好 像那个PU漆一样 氧化的 它可能三年五年后 先马上说不行 我希望一劳永逸 做好一点 然后连外面的漆 和磁座都要把我换掉 对 有时候真的会碰到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不可能 因为既然我们买的叫做中古屋 我们就买的不是新城屋的房价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观念 对 从客观来处理问题 会比较单纯 我们就是买二手的 对 你不要什么东西要求 都要求跟新的一样 讲到这里 我再分享一个好笑的 就是 现在好像很喜欢讲 燕屋 用在所谓的新城屋 交屋的时候 建商交给消费者 还没有使用过 你找专业的人去燕屋 那合理 对于中古屋 你不能把它当成燕屋 你只能去做所谓的确认屋框 现在的状况 跟我看买的时候 当下的屋框是不是一致的 光是那个用词 就影响到心理学了 是不是 我一直是在验 我就一直在挑 对 我只是 就在确认一下 我确认一下 这是要做一辈子的 还要到监调 还有自然课 没有 我一直跟你讲说 人生一辈子在谈判 很快 把你在那种行销和专案 选到谈判 那我们下一堂课的题目就是 心理学与谈判 所以其实刚刚Emma有讲到 他说 这种房子是住一辈子 其实也不会是一辈子 有人会愿意要换屋 你为什么买得到中古屋 有人可能 我住个十年 我想换新房子了 有有有 但是我因为 买新房子 我要花更多的钱 是 好 那为什么有人会买中古屋 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所以我去买中古屋 这首的房价一定不一样 是 你会在换的过程当中 你就知道 因为这房子旧了 对 如果 这个房子住了之后 可以三十年如一日 就没有人会换屋了 但是因为有旧的状态 你可能有些老旧了 你也懒得去翻新它 翻修它 你也可以换新的 我可能卖掉的钱 再加上我现有的钱 我再去买过新的 是OK的 所以 为什么会有人换屋 其实大部分的人 房子会住 十到十五年左右 就会想要换屋了 可能因为需求上 有可能因为老旧了 譬如说 我当时买 就已经是二十年的房子了 那我住了十年的 它是三十年的 那我就想要再新的 因为我一住 可能又要再住一个 一二十年 再这样住下去 可能就四五十年以上了 也会觉得 安全架构上面的问题 每个人在换屋的时候 他就有他的想法跟立场 但是基本上很少 除非早期的老人家 我说实在话 现在年轻人 房子大概住个十五年 就差不多了 就要换屋了 那当时你只需要两房 可能会需要到三房 那有人从三四房住到 觉得太大 因为孩子长大了 离开了 我要换回大套房 我昨天有看到一个 他说他从原先六十二坪 换到剩下 现在是叫做十六坪 不是没赚钱哦 因为他说 房子越大 有安全感 不是 大家是要很麻烦 对 他说 民费太多啊 就是女生的包包 你们会发现 小包包好像可以够装 可是我们知道 带一个大的布包 就是会越装越多 他其实说 就是这样 就是他一个人住 逼自己断舍离 他说房子越大 房子杂物越多 真的 假设两个人而已 对 孩子都大了 对 那这么大空间 就住两个人 其实感觉有点 凄凉 那重要是什么 我们年纪大了 你真的要打扫这些事情 很麻烦 都是打扫 要不要 厨担 等一下 成蕾的一首歌 老婆漂亮怕跟人家走 这样子大后怕打扫 成蕾的一首歌 你这样讲 我没听过 跟你不同年代的 那是我的那个年代的 大厨拍拼扫 对 对 你就一定要逼我跟你一样 同个时代就对了 我们没有同个时代吗 成蕾 差不多了 好 你